志工人員不斷把泡麵罐頭等 東令救濟的民生物資分裝成袋 讓前來領取的民眾方便領取 這次台中港龍慈善協會請公所 提供急需物資的名單 包含低收入戶等弱勢家庭 預估共有超過百戶的家庭 能夠領到這愛心捐贈物資 今天就是要把我們港區四鄉鎮 給低收入戶的東令救濟 每一方現金一千塊 和白米泡麵沙拉油等12行的物資 因為這名單是我們公所提供給我們 我們經過心渣中也有刪除 還有一些補不到的我們也補下去 所以我們可以說法治最需要的人所在 因為經費有限所以我們做百二分而已 這點就是說對一些人 發不得我們也真麻煩 台中港龍慈善協會 趁著年前特別舉辦東令救濟活動 協會表示像這樣的社會關懷 他們已經持續了二十多年之久 而台中市副市長徐忠雄 也特別到場表達關切 並對協會的善心議局表示肯定 港龍是因為當初我在二十二年前 我第一次參選的時候 我有這麼多好朋友 就是積極在一起 然後選完之後他們不捨得分散 然後但是我們都覺得說 我們是一個社會上的一個正面的力量 所以他們就急著變成港龍慈善會 因為這個社團要維持人不簡單 但是因為這樣子 就長期時間讓他整個熱情減退 然後你可以看到今天 人家就是在做東令救濟的工作 協會也表示 施比壽更有福 加入慈善協會的會員們 他們的動機簡單 只求能奉獻一己之力 為社會注入溫暖關懷 而協會也希望這些救濟的微薄物資 還有千元紅包 能讓若是家庭在年節時分 可以三餐溫飽過個好年 藉王勝炫 台中採訪報導 李ジヨ 作詞文化 解放 簡直 製作